中超第十七轮,今天是第一比赛日,刚刚是战罢了三场比赛 咱们一一来评述一下 第一场比赛,五汉三镇在主场面对的是南通志云 其实这场比赛我觉得五汉三镇迎来了这个巴尔德的回归 所以说呢,球队在外援使用当中,这个可以排的人更多了 但是呢,球队的战术打法呢,反而是没有把之前的很多的一些优秀的地方 给他顺承下来,主场最终是一比二,输给了南通志云 从比赛整个过程来说,这个五汉三镇也不占绝对的优势 但是控球确实多一些 但是想想上半时这个核超的受伤,让球队被迫坏人 做出了战术性的这种调整 但是上半时最后时刻的这个两个进球 一个是冲撞门将,一个这个进球 哎呀,没法说,说这个是越位 哎呀,我就觉得那个现化的吧 好像也就是这个体毛级,是不是 但不管怎么讲吧 下半时朴之珠又是直红被取消了 那又下来一口枪 所以五汉三镇这场比赛呢 整个下来之后呢,是一惊一乍的啊 但是一惊喜,然后又一泡冷水的 球队呢,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 其实这样比赛来看呢,我觉得巴尔德的付出呢 反倒是让五汉三镇整个进攻打得不流畅 不快 同时呢,这个大家之间的串联呢 也显得这个失误特别多 尤其你看这个 陶香龙拿球之后呢 在对方稍微一逼响情况下呢 不能够迅速摆脱 把球塞出去 反而是呢,一遇到逼响 就转身回传 让整个的进攻呢,一下子就延缓了 第二个呢,就巴尔德啊,前上一拿球 脚下太粘了 然后呢,整个的进攻呢,所有队员 其实是看着他一个人的表演 所以说他什么时候传,会传给谁 大家基本上都像挂彩票一样 所以这个球队的整个战术 就打得不够顺畅 整体的东西没有打出来 反倒是后场队员不断的插上 后面呢,留到了空档 让南通之云反而打得更为坚决果断 南通之云其实你看 拿球之后呢,向前推进也不是特别快 但好在呢,前场这几个外员 尤其你像卡龙 这个踢发之后呢 反而我觉得更干脸的啊 他这个边路,这个进攻防守呢 还是这个很果断 而且呢,互相之间的配合呢 也不错 球队其实之前缺的就是临门这一脚 现在看呢,南通之云 逐渐呢,我就找到感觉 还有这场比赛 就是对方的这种盯防 不够坚决 贴身呢,很多的盯人 也是总是在这个忙乱之中露人 所以最终结果呢 这个南通之云是守住了 最后时刻让安里克捕石进了一球 但好在呢,这场比赛最终拿下了 你说连续两轮比赛啊 都是捕石被绝平 所以南通之云呢,也是一直咬牙在顶着 希望能够拿到一场胜利 还不错啊 这场比赛咬到最后 拿到了三分 那球队也结束了这个至少是八轮不胜的这种局面 让球队在保级路上又看到点亮 是吧 也感觉啊,南通之云 这罗萨来到之后呢 给球队前上提升了一点士气 但是呢,这个战术改变并不多 看看后面的磨合吧 不管怎么讲 拿下三分,很关键 五安三镇连续两个主场的实力 加上足协杯三连败 球队现在需要调整的是 早回之前的那个韧劲和反击当中的那个果断迅速劲 所以说球队你别看人多了啊 反而我觉得乱了 是吧 咱们再说说海港对这个这两场比赛 这是啊,今天晚上的重中之重 但是这场比赛呢 呃,成也是无理啊 其实败也是无理 如果上半时无理能把那几个反击机会抓住了 是吧 用他这种迅速的奔跑 呃,把这个反击打成的话 可能上半时比分也就是 这个三比零 甚至说 至少是三比一的这种局面 是吧 而且无理啊 两次啊,边路拿球啊 这个横向做球 做的有点这个 太实水准了啊 这个可能我觉得那时候有点过于放松 是吧 第二个呢,就是在做球这上面来说啊 可能真的不是无理的特长 是吧 他就是吃饼啊 有的时候胃口不好 可能就是不断的吐饼 是吧 大家不乖怎么讲 这场比赛啊 在这个一反应意识上面啊 无理还是非常的不错的 同时你看今天在这个第一反应当中 果断起脚这个倒勾啊 打得也很好 所以这个他呢 现在可能长途奔袭当中 这个成功率不像以前那么高了 毕竟没有那么好的这种 这个冲刺能力 是不是啊 但是这场比赛总的来看说 我觉得这个浙江队 整个的战略还是有所失误 球队啊 明知道自己的防线不好 为什么这场比赛当中 整体的上前压的又这么多呢 就整体基本上 打着打着啊 这个后防线 就接近中场的位置上了 甚至有的时候都整体压过半场 你说你打海港 你这么压过半场 海港最擅长的是什么 不就是这个 拿球之后的这种快速反击吗 而且这个长传又准 又有这个反击高手 所以说你看从上半时 就屡屡给这个浙江防线制造威胁 上半时至少啊 这个打出了这种六七次这样的机会 你包括啊 边路和复欢的那次下底 比赛刚开了一分钟 那么就是断球啊 分边下底横坐啊 那球就是复欢体验跑位越位了 要不然的话你开场一分钟就破你们 但是我觉得 整个来说 这个乔迪是非常倔强的 坚持指挥球队整体上压 不知道是为了什么 但是这个屡屡受挫啊 而且下半时也是啊 这个在上压当中 被这场反击打了多少次啊 包括五里最后一个进球 也是啊 你整体上压过半场 五里在半场启动 然后完成了一次这个反击 将比分直接就拉开了 五里也就此戴上了帽子戏法 你说进球达到了19个了吧 最后你就看啊 这个浙江还是没有摆升自己的位置 防守啊 你本身你这个层次就不够 而球队呢 这个回防又慢 然后你让队上一大反击 你怎么办 你就瞪眼的 就把后防线就丢了 这样 然后进攻当中呢 那个丢球呢 前场的队员 我觉得就地反抢又不够 不管是这个欧苏 还是这个埃夫拉 包括弗兰克 丢球之后啊 就地反抢 阻击对方的这种 快速反击的这种转移球 这方面做的也不好 所以我觉得乔迪 这个球队打弱队 他这个整体上的优势 和控球上的优势 能体现的比较明显 当然打强队 这场比赛做的真的不是很好啊 对于海港来说 唯一的缺陷这场比赛 我觉得就是 左后卫卫这场的勇人 傅欢 一个是他的丢球 就与他有很大的关系 是为了 他都跑到中路去防守 而且把这个左边路 这个莱昂纳多彻底漏了 让莱昂纳多 就轻松松打了个斜角 是吧 还有几次这种回防当中 让傅欢做的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 这场比赛可能也是 作为一个尝试 让教练通过换人 也看出来了 傅欢确实 难堪重用 在这个比赛当中 左后位位置上 你看啊 这个李帅不能打的情况下 估计以后啊 还得是这个用 王胜超 右后的位置上 可能我觉得 T5当中 可能用老将张立鹏 偶尝打一打 那还是这个尚能犯否吧 是不是 整个人说这场比赛 浙江我觉得 策略上的这种失误 包括没有很强的板凳厚度 轮换 后面有点这种使不上劲的 是吧 所以最终结果 我觉得输成了一个1比3 也不可散 但是这场比赛输了 基本上我觉得也告诉 就是如果按照这套战术打法 你足先比比赛 基本上在这个第五文 你也挡不住海港的这个向前进 是吧 那么还有今天的一场关键比赛呢 就是天津在主场对阵深圳行锋城 深圳上一场比赛啊 是这个反超浙江拿到了 这个一场胜利 也是第一次在主场胜利 那么这次客战天津 天津呢 在这场比赛之前 这个赛季到目前为止 主场还没胜过呢 所以说也是急得一咔咔的 想跟对方好好摆摆手腕 哪成想这场比赛呢 确实迎来了太多的意外 那你包括这个前面的比赛当中 都有意外 那这个上海海港那场比赛当中 这个有一个这个点球没判 如果那个点球判了的话 可能浙江心态上就不一样了 这个反超比分之后 可能就会整体往回缩着打了 是不是 那这场比赛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观点在于是 第17分钟 田一农的这个红盘 这个慢动作显示啊 确实晾了鞋钉 踹倒了这个恐怕尼奥 但是后面你看 恐怕尼奥在防守当中和 对抗当中也有挥主的动作 随着裁判没有判罚他 不但我觉得 这个事后一定会有最佳处罚 再一个呢 就是你看 这个田一农被罚下 紧接着天津就破门了 是吧 那天津 破门之后啊 你看 紧接着在这个拼抢当中 安德拉德那时候也不知道咋子想的 突然间脑子我觉得那段时间就浑了 这个挥拳击倒这个对手 然后这样的情况下 他不能支鸿被罚下 我觉得后面还会有追罚 两个人被罚下 那你其实已经让这个深圳队没法打比赛了 所以说主要练塔托果断的换人 把这个珠宝杰也换下 换上了这个护瑞宝 强化球队的中后场防守 整个九个人就坚决打防守反击 这场比赛也基本上缩着 被这个天津围攻 但是天津呢 我觉得 你像二十多分钟 已经是领先 比分领先 同时呢 又是多打两个人 宇格伟这个时候 其实应该果断的应该换人了 你不往上换人 其实球队整体的这种阵型 和这个人员安排当中 也应该指挥调整 是吧 上半时如果一鼓作气 把比分迅速拉开的话 可能下半时 对方就更难打了 这个下半时 深圳呢 也做了人员的调整 而且呢 这个其实非常坚决 前面就留着白克拉木了 后面呢 整个这些人 就是这个 顽强的一直在顶着对方 是吧 但是你看 天津绿在下半场 把这个 菲尔里奇换上去 把巴顿换上去 其实球队呢 还是一个问题 就是打得不够快 今天比赛当中啊 你说传终球能打破 这个 包括这个 恐怕尼奥那点能打开 其实更多的 还是因为人员的优势 包括啊 这个多次进攻 堆出来的 这个 并没有通过 这个迅速的转移 而包括这个进攻当中 适当地把对方引出来 然后迅速打上去的时候 因为人员的优势 你传球如果再果断 再快捷一些的话 在围攻当中 其实远射 也会拉开 打出机会来的 但总的来说 天津这场比赛赢的吧 虽然你看比分 三比零觉得轻轻松松 但是过程打的吧 并没有绝对的 这种说服力 但不管怎么讲吧 主场 终于迎来了首胜 对天津来说 也是长出一口气 在这个连续多人不胜的情况下 这个终于迎球了 也让球队的积分 让这个往上咬了咬 但现在来看 中超这么打下去的话 你像浙江啊 你包括啊 这个像天津这样球队 已经跟不上 第一集团的这个尾巴了 只能够孤独的 形成一个小小的 第二集团了 是不是 好吧 今天的机场比赛呢 其实戏剧性都挺多 这个意外也挺多 我们就聊到这 期待下看 明天的无双比赛当中 尤其这机场教练战 能不能够也出现 更多的戏剧性的场面 和很多的意外呢 我们明天再聊